针对近期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形势 厦门海空口岸加强监控与检测 启用防疫措施 赴台航线全面测温筛查 确保紧急疫情重大情况第一时间暴送处置 厦门至金门航线是明台海上春运的主航道 1月27日 记者来到该航线来往停靠的厦门五通码头 发现所有人员进入码头后船楼都必须佩戴口罩 并对出入境人员进行测温 此外 厦门边检总站同一边检站已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并组织民警利用每日勤勿间隙 对旅客自助通关设备开展全方位的消毒工作 我们每天有组织对旅客的这个自助通关的查验设备 以及您在这个人工台下能够看到的这个指纹采集 有进行的这个酒精的消毒 同时呢我们也联合口岸公司还有相关的单位 来整体的维护好出入境大厅的这个清洁 同时我们也给一线的民警配发了 比如说口罩还有手套酒精以及防护服等等 这些必要的这个医疗防护用品 厦门边检总站同一边检站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保持与地方卫生部门的密切联系 根据疫情发展态势继续加大防疫力度 全力做好出入境口岸疫情防控工作 严防疫情通过口岸流入流出 可能受这次疫情的影响 这个出境的客流方面的确是有所下降 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这个旅客的这个客流情况 结合这个疫情的发展情况 也做好下一步的这个研判 客流的研判工作 希望为旅客的出行提供更加到位的这个提示和服务 另据厦门海事部门通报 春运期间将继续加强对台海上航线的安全监管 同时要求船艇码头做好通风消毒 开展新型观众病毒疫情防控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